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老师在两年前曾经殴打过一名医生 他有失德的问题 那么有失德问题他还能够继续晋升职称吗 这是大家所关注的 今天我们也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 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参与讨论 同时您将有机会获得由门超木桥武警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我们先来看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 这份上海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公事 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 是因为某中学女教师妙某的名字位列其中 2015年9月 妙某与上海国际和平富有保健院的一位医生 因为取化验报告而发生冲突 该医生于是被打到骨折尿失禁 2016年 妙老师想落户上海时 也曾在公事期遭到举报 最终妙某因个人原因自愿撤销 落户申请 而此次参加职称评审 再次将这一女教师推到风口浪尖 不少网友质疑 有过商医行为的教师 是否可以参加职称评审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有错也该给予别人改正的机会 近日该女教师接受采访时表示 商医肯定是自己的错 但网络留言也让自己受伤 好 两年前打伤过医生 那么会不会影响到 到两年后来晋升职称呢 各位觉得应不应该来计较 他过去做的这件错事 听听 我们先听听陈老师 我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是按照社会功德的要求 那他肯定是这个不合格的 但是如果按照教师职业道德的要求 他是可以参平的 具体怎么讲呢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首先呢 我们知道这个人类的社会活动 它包括这么三个方面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生活 一个是家庭职业生活 家庭婚姻生活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职业生活 那么对应过来呢 就应该有三个道德 那么一个是什么呢 社会的功德 一个是家庭的美德 还有一个就是说职业道德 那么这个老师呢 他在这个医院期间呢 他跟这个医生呢 没有处理好关系 导致了那个商医的这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呢 应该说给他自己的社会功德呢 图了一个败笔 那么另外呢 按照我们福建省的这个教师 这个道德 这个考核办法规定 凡事呢 失德 这个 这个属于这个 属于一票否决情形之一的 那么当年呢 你是没有申报 这个平优 平仙 平级资格的 那么这个 这个亮某呢 他应该按理说 他是没有这个情况 或者说他即便是2015年 因为这个事情 那么他2015年 是没有资格参评的 那么另外 我们那个考核办法里面呢 也提到了 就是说如果出现了 比如说 你的学历伪造 你的资历伪造 还有你的一些业绩的伪造 甚至出现了 抄袭他人的成果的 这样一些 不诚信的这些行为的话 那么除了当年 你不能够申报以外 那么从下一个年度开始 两年之内 你都是不可以申报的 那么亮某呢 他应该说 这一方面他也不具备 所以说当地的 教育主管部门 通过他的 比如说他的 这个在校的表现 以及他的一些 教学的突出的业绩 还有他的一些 教科员的成果 以及学生的 师生的评价等等 给予他呢 这个高级教师的 这个资格 也是可行的 好 这个陈老师 也是来自于中学 那么他对于 这个教育学 了解的情况 也就是说 现有的规定 包括我们福建省 对教师师 适得的规定 你当年有过 比如说过错的 那么你当年 就不能够享受 相应的一些评线 那晋升等等 但是过了这个期限 应该是又恢复 他的应该有的机会 听听 老授对于 陈老师的说法如何 我是这么认为 不管是怎么福建省 还是上海市 在这个条例上面 目前都有空白 那么今天 所有的社会一路 反对的那一方呢 其实他在意的 不仅仅是说 他有没有资格 去申请这个 参评这个高级教师 其实更在意的是 他有没有资格当老师 包括我自己 我认为一个 有暴力案底的人 不适合当老师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世界 古今中外 到发展到今天 如果我们人类 对教师这两个字 还是满怀尊敬的话 有特别的崇拜跟期望的话 那么对不起 你的要求 就是要比普通人高 那么你有这种暴力倾向 谁放心地把孩子 交在你手上来 你就是一定要离开 这个教师队伍 一定是离开 而不是什么参评 什么高级的问题 那么现在就发现 大家来说 他没有资格 没有资格 那我们进一步发现说 条例可能不完善 那么我希望去推动条例 好 即使是目前的条例 没有让这位庙老师 承担相应的失德的 这样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 甚至你觉得 他不仅不能够 参评更高级的职称 而且连教师这个岗位 他都应该从里面撤下来 是啊 那听听陈律师 其实这一块 我是比较赞同陈老师的说法 因为我认为说 在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事件当中最主要的 还是一个平职称的问题 那其实平职称 它本身针对的是 这种职业的技能 的一种评价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作为一名老师 那他参加这种参评 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我们讲你既然要参评 那就看参评的条件 你符合参评条件 我就可以让你参评 而且在我们讲到的 这些红线当中 这个老师他并没有踩到 这些我们讲的 私得的这些 不允许踩到的红线 那这种情况下 他为什么不能够参评 所以你觉得 他应该还是有四个参评 而且如果他的 这个教育学的能力 或者业绩比较突出 应该也让稳稳地过去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上海呢 实行的是 失得一票否决 那么当地的 这个主管部门 是怎么回复 这位老师 他能不能 参评高级支撑的 来看一下 上海市闽杭区教育局表示 庙某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申报 与评审工作符合程序 当事人不涉及违反师德问题 闽杭区提供的材料显示 评审程序都以学科类技能评价为主 经全体评委投票表决后 庙某等51位教师 具备高级教师任职资格 此外 闽杭区教育局提供的一份情况说明称 学校和教育局未接到家长和学生 对其有违师德规范等方面的投诉 其未涉及中小学教师 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所规定的相关问题 这个办法中规定 体罚学生 有偿补课 歧视学生 收受财务等 实类校内行为 被列为违反师封师德 好 按这个教育主管部门的说法 就是这位妙老师 他的师德的问题 是没有违反他们相应规定的 相应规定里面列举的那些条文呢 都是属于校内的教学和管理方面的 这样的一些约束 而它是属于教学岗位以外 在校外发生的事情 所以不属于他师德方面 应该加以这个约束的 所以呢 就让他可以凭这个职声通过 那各位觉得 这个米航区教育局 根据这个处理来判定 妙老师 他是不设计违反师的问题 他这样的一个判定 是不是合情合理的 再听听陈律师 在这一块 我觉得就是这个教育局的处理方式 我还是比较认同的 因为他在处理的时候 还是首先他合规 我们先不考虑说 合理不合情这个问题 首先他合规 因为他一摆出来就讲说 我们要看老师有没有师德问题 那就看有没有师德方面的规定 中小学的这个规定 这个处理办法就很明确 在校内的这几个实项的行为是什么 那我一条一条比对下来 没有一项符合 那你当然就不能以此 作为一个理由说 你这种评定是无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因为他认为他那是校外的 是属于非职场环境的表现 那老秀你觉得 我们今天是在讨论教师这两个字 不是讨论某一个人 那么教师他同时还有 就像陈老师说的 他同时也是社会人 那么除了你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在学校这个范围的所有的行为规划 要有一个道德准则标准之外 那么你在校外 难道就不要去注重这些吗 对不对 所以我不能理解说 对这个师德他的评判标准 难道就仅仅限于这个学校 如果是的话我认为好 你今天你可以说玩游戏规则 你说我可以让他 让他那个参评高级 那么请问之前 他凭什么他要去办那个 那个房屋的落负资格呢 他又失去了呢 请问那一句又是什么 好像他是根据什么舆论的压力 然后自己主动撤销了 大户口的事 对那么你这次就不能考虑舆论的压力呢 你让他自己放弃是吗 对啊 但是人家我刚才问的是 当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他认为他是没有违反 师德相应的规定的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师德和职业道德 是不是一码是请陈老师 因为他们的规定是叫 中小学教师违反 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那我们又讲的是师德 是不是一码是呢 应该说呢 我们我们说老师的师德 其实就是在讲他的职业道德 好那非职业这个环境 这个其他的那些行为 其实我觉得也要考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刚才我们 我们陈律师讲到 说因为他平之称 我们只看他师德 那么这样来做呢 应该也是 就是我们当地教育局这样做呢 是不为过的 但是我是觉得 其实我们早在06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已经对公务员的考核呢 已经把这个社会功德纳入进来 2011年我们对这个 这个我们的中组部 他对干部的考核呢 他不光是把社会功德纳入 他甚至包括把家庭美德也纳入 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人呢 就像我们老授讲的 人之所以为成 人或者你老师之所以成为老师 你不能光看他的职业道德 应该是这三种品德的一种综合 我们才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人 而我们现在看到就会发现 我们现在确实有很多的老师呢 比如说他在职业道德方面 他堪真表率 他是年年的先进 年年的模范 但是他实际上呢 一旦走入社会以后 他没有办法来严格的约束 自己的社会功德 和他的这个家庭美德的时候 有时候他一旦 这个比如说被人们发现之后呢 人们是很错愕的 比如说包括我们这个高铁事件 这个老师呢 竟然去拦高铁 我们都觉得很奇葩的一个老师 怎么会去做这种 很出格的事情 所以这也反映出来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对一个 不光是老师 对所有的公民评判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三种品德 整体纳入 明白了 就是说您认为光是从师德的 这个相关的规定来考虑的话 这位妙老师是没什么问题的 是不是 那您觉得 其实光看师德 职业道的是不够的 应该把社会功德等等 都纳入进去 因为对老师这方面的要求 应该更高一点 是不是 好我们再来看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他们的说法 路曼奇修远 他说医生可以打 难道学生他就不会打了吗 教书育人的地方 怎么能出拳击手呢 也就是他否定这位妙老师 就认为他不应该作为老师来出现了 那允知说 他说这种师德的教育工作者 就应该直接开除 还谈什么职称平定呢 还谈什么平职称 老洛说 无德不为师 作为一个老师 师德师丰最为重要 还有可乐说 老师也只是一种职业 不能要求太高 他在犯错的当时呢 只是患者家属 何况职称申报 大多是以业务水平参考的 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的 不同的观点都有 欢迎大家继续在互动平台来参与讨论 同时您将有机会获得 门窗布抢五级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我们再来看 就是最近呢 爆出了几起热搜 一个是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老师 关于平之称的事 那还有就是最近的 一位女教师 祖兰高铁等老公的事 还有一位大学教授 长江学者陈小五 因为在对学生的性骚扰 这个行为方面呢 而被取消了行政职务 和教师资格 那么这三起事件呢 都不是在课堂上发生的 那么老师课堂外的 任性的行为 作为教育管理部门 是不是应该要来 约束他们听听老手 肯定要的 我经常是负能量的人 我今天要正能量一下 我们经常 最近不是要提 我们要自度自信吗 对不对 那么我们对教师队伍的 这个管理制度 我们是不是要 超过我们所说的 那个比我们制度 比我们不优业的 那些国家 对不对 人家西方国家 都有那个什么 学校里面 董事会下面 都有一个道德评判委员会 对不对 你像你这种老师 在西方也一样是不合格的 那么你今天 我们是不是要高要求 比如说我们的医护人员 我们的警察 我们的教师 你要入职之前 你就要想清楚 你这个职业 就是比普通的 还要再高要求 这个一定要 其实这就老师 刚才谈到了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是这个道德委员会 而不是光是师德 对 不光是跟职业有关的德 还是广泛的 而且我要批评 我要批评一种倾向 就是说教师 你只要把书教好就好 如果只是这样 那么到了那一天 不需要老师的时候 通过电脑教学的时候 人家就没有了教师 这两个字 我们应该说 我们应该说 从这三个例子看到 就是我们三个地方的 三个教育主管部门 给出来的评判的标准 都是不一样的 那就这说明什么 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社会 它关于社会功德 就是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 它其实有它的规章制度的 但是它却都是各自为政的 就是各自管理的 所以变成了 标准不一样 三个部分呢 三个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我是觉得 应该都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它却给出了 三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我们是觉得 除了有教育主管部门的介入 它肯定要介入 因为它是第一管理者 另外我觉得 可能是不是应该要成立一个 比如说我们有个专门的机构 这个机构呢 它应该说是一些专业的人员 它对于这些东西 比如说一旦老师 不光是老师 就是对于我们一些公职人员 包括社会的公民 它一旦在这个社会功德方面 出现了这个重大的违法 或者说有了一些投诉和举报之后 它应该能够给予界定 进而在这个界定的基础上呢 给出一个评判的标准 那么用这样的标准呢 能够让这个不光是老师 也包括社会上的所有的公民呢 能够循着一个规矩去做 这样的话 我们才不会说是一片混乱 其实我们看了这三个标准 也觉得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我们也没搞清楚 陈老师会不会觉得 陈律师会不会觉得 对于老师管得太多了 这个除了你在这个 非职场的这个环境当中犯的错 有相关的部门 或者有相关的执法部门 对你进行各种处理处罚 那你到了教师里面呢 你还得承担 这个属于这个非教育部门 能够管的那些范畴的事情 其实这个我们讲一句话就明白 让教育主管部门 管到老师的生活合不合适 其实是不合适的 因为既然你是教育主管部门 你把在教育这块领域内的事情 你做好就可以了 你教育之外的 我们刚才讲了 你要解决 你可以用别的方式 刚才讲的就是 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我在校外的这个部分 可以引进第三方的 这种评价机制 第三方 我们就讲了 其实我们一直注重师德 最注重的还是家长跟学生 其他的人员是可以考虑 但是这个是最直接的部分 那就是校外行为 老师的校外行为 其实作为教育部门 作为学校来说 是用不着去多管 其实没有必要的 而且我们刚才讲了 就像刚才讨论到这个问题 其实刚才讲到三个标准 就恰恰是三个案例印证下去 他用的标准就不一样 是 怎么讲呢 你比如说就第一个高铁的事情 其实就是用社会功德的标准 在评判这个老师的行为 然后我们讲到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 其实讲的就只是按职业道德 来评判他的这个行为 就是教育部门是这样评判 再有一个我们讲就是说 陈小五这个案件 陈小五这个事情的时候 讲下去的时候 他恰恰的也是有涉及到 我们讲的这个部分综合下去的 好的好的 现场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继续来关注 殴打医生的女教师 他的职称该让他评定通过吗 马上回来 两年前打医生 女教师凭高级职称引发关注 课堂外的不良行为 是否违背师德 一闹的伤疤 女教师是否应当背负终身 为人师表 标准又是否高于常人 TV2欢迎亮剑 殴打医生的女教师 凭职称该受限吗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2 继续来关注 殴打过医生的女教师 现在要凭职称 因为她曾经有打人的 这么一个事件发生 所以很多网友给她贴上了 一个不合格 就是她的师德不合格的 这么一个标签 那么对此 专家有什么样的看法 来看一下 中国理论学会教育伦理专业委员会会长 上海师德评价中心主任 王正平教授认为 即使 离开职场环境 在日常生活中 教师也应有道德示范作用 因为教师在生活中的言行 都可能产生道德的影响 一名教师不能因为出了校门 就以为不再需要 对自己有高要求 但同时 我们不能无限拔高对教师的要求 应反对将教师圣人化 一味地以英雄标准要求教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炳奇建议 在学校管理与教师评价中 引入教师委员会与家长委员会 通过教师委员会与家长委员会 共同参与制定教师评价标准 实行教师同行评价 学生家长评价 丰富评价参与方 实现师德师丰的全过程评价 这位王教授认为老师呢 他不是普通人 所以他在生活当中 应该有道德示范作用 但他又不是圣人 也不应该以英雄的标准来要求他 那他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 陈老师您觉得 能不能让我们了解到 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一个 可以能够具体化的一个说法 刚才那个老寿他作为比如说这个家长的代表 他在质疑这个老师不是说要不要平高级 而是他能不能做老师 其实我是觉得这种家长的这片呼声 也是值得我们老师去反思的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人民教师 你是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你不光是要深圳违反 你要失德为高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竟然出现了打架行为 而且还把人家打得非常严重 那这个是极其恶劣的一种行为了 所以我是觉得呢 就是说我们的老师 应该其实要在现实生活中 要格外地约束自己 那事实上我也发现 在我们的这个厦门的老师 应该说呢 大多数还是很那个 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 你比如说我们有老师反映 他去菜市场去买菜的时候 他都要穿的是整整齐齐的 而且呢这个走到每个菜摊呢 都要客客气气的 然后问价格呢 都是那个小声小气的 为什么呢 他说这里边有可能 就有碰到家长 那而且我们的 我也发现我们的老师 他无论是在衣着方面 在言谈举止方面 甚至在这个 比如说穿过斑马线等等 都做的是比较到位的 说明什么 就是我们自己很清楚 我们身为人民教师 我们为人师表 所以说呢 我们应该在方方面面 是 遵守呢 这个社会的功德 包括呢 这个职业的道德 您这个讲的是老师 作为他是这个职业 那么他对自己是严于律己 但是作为这个社会 其他人对于老师的看待来说 如果他曾经有过犯错 那么他的这个错 到底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才会影响到 他的个人进步上升的空间 老师 我是这么认为 因为我们在这个管理条例 现在是要改善 我们加了一些 应该加一些限制性条款 我们通常说的法律 是道德的最低的一个边界 那么好 法律 常说的法律 包括一些部门规章 这些条例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设定征服 你违反了什么条例 或者在某一个期间 三年五年之内 那对不起 根据你的时间长短跟轻重 来考虑你是不是 留在这个教师队伍 我姐姐就是要用量化的东西 一条一条去限制 你这样的话 才不会说 三个地方的教育部门 对于同类型的事情 各有不同的处理 难道你定完之后 还是教育部门 最后来决定 对不对 他还是主管部门 只是你把这些考评 纳入进去 重新修订 这样大家就觉得 很合理 就说打伤医生的这位老师 他跟这个医生 最后应该说是一个和解了 如果要是没有和解 一旦要是说付出法庭 那这个又被鉴定出来 有重大的伤害的时候 其实这个老师 他肯定会承担这种 对啊 所以这也说明什么 就是说本身这个医生 他也是用一种原谅的心态 原谅了这个老师 那么这个老师 其实从这里边 我相信他一定会痛定思痛 以后会改得更好 好 我们再来看互动平台 鲁耶他说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是非同一般的职业 道德标准呢 理应更高一些 山水圣人说 道品德与职承挂钩 是社会向良性发展的一种做法 否则职承越高 对社会危害越大 我们再听听陈律师 您怎么来看待这个标准的问题 老师 他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的标准 是不是要比平常的人 要高或者高多少 其实我觉得 就老师 因为他首先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 本身你就是要为人师表 本身就是要以身作者 所以他的标准高于普通人 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争议 但是就是要量化是比较困难的 你像我们看现在 可能有一些用评分的方式 说某些方面该怎么考核 评多少分 但是这种量化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幅度 像刚才这种争议 它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讲的 我们讲的 如果说你教育部门只看你的职业道德 那这块它是有办法去评断的 还有一个比如说社会功德的部分 要不要纳入进去 要不要综合去评判 那这个其实如果要提高标准 应该是要把其他的这个部分综合进去 还有一个就是说做老师的 如果他曾经犯过一次错误 而这个错误他又表示认错要改正 难道就不给他改正的机会了吗 我们常说金无足事人无完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旦这个老师 他犯了错误之后 其实我们也要给他一个 不要给他就是永远打趴在地上 让他永无翻身之日了 所以我是觉得对教者刚才我说的 福建省中小学的这个职业道德考核的标准 如果你呢比如说违背了这个 一票否决情形之一的 当年不能评 然后出现了比如说那些 我们说的那个弄虚作假行为的 这个当年再加两年就是三年 就是有年限规定的 那就是说在这个之上 我觉得像出现了 比如说刚才出现了三个案例的 那至少也要给他五年的能动机 那在这五年里 就是要有时间限制的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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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